哈嘍 早 我們今天要來找Keyan Kenyan 那這邊是有一個很可愛的吊橋 那這個吊橋呢就是跟Capilano很類似 可是它稍微就比較短一點點 那這個公園的好處是它不用門票 它不用像Capilano一樣有很貴的門票 那這邊就是入場免費 那還有這個停車場是在公園的東側 那這個停車場也是免費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這個資源 從那個東側停車場入口進來 大概走十分鐘就可以看到吊橋了 好 一早來有好處是整個吊橋 目前都沒有人啊 超開心的 框梅的吊橋很好拍照 好 走吊橋啦 這個吊橋有高50公尺喔 好 注意一下這邊不能Clip Jump喔 因為之前太多人在跳了 所以它現在才立個警告牌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 這個公園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啦 還1912年的時候建立這個公園 那這是屬於像Forester的林象一樣 它這邊一年的降雨量大概可以到200公分 所以說那個樹木都長得特別好 基本上樹都有100到200年的歷史 Sunny去年來過呢 它最記得的這顆石頭 你說它長得像什麼 Elephant 為什麼 沒有 我想你看它的耳朵 有耳朵在哪裡 你看 耳朵 喔 耳朵 那鼻子咧 怎麼爬上去 這邊 這邊 Sunny 這邊好像可以看到 參天祝末 好 現在已經是十月快中了 那 風紅都還 風夜都還沒有變紅 只有 春池的 綠色跟紅色交錯 但也蠻漂亮的啦 好 我們來到了這個漂亮的 像小池塘的地方 這叫 很漂亮 這個布爾的顏色真的很美 日蠻很漂亮 哇 看起來那個爸爸要跳啦 太酷了 對 三 二 二 一 瘟 瘟 瘟 哇 小朋友爬這個石頭 超開心的 要甩了 卿 瘟 瘟 瘟 過...過到河的另外一岸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真的很漂亮 可以看到一個小峽谷 然後感覺又有人要跳水啦 今天上水正地耶 哇 有人要從更高的地方開始跳啦 哇 真的很高 哇 哇 哈囉 這是好玩的地方 耶 好 那個 Fool Fool我旁邊就是一個很 很陡很陡的一個階梯 這邊爬起來就比較辛苦一點 Yuki Yuki 可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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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ny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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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哈哈 來囉 好 在西側停車場這邊入口沒有多久可以看到一個咖啡廳 那走完那個Chill可以來喝個咖啡休息一下 好 在西側停車場附近有一個Ecology Center Nature Museum 我們來看一下 Fool的模型 好可愛喔 然後 有 今天可以用Suspension的模型 哇這模型做得好精緻喔 這裡真的很值得一看 好 以前剛開始北美這邊採木頭的時候 會覺得北美這邊採不完的木頭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還是需要永續經營 所以現在就 砍一砍也會 持續的撞木頭 這是山上一些長線的 樹木的介紹 中間的樹木櫃 這個就是 這個是OpenNestern 他們自己在大樹上面做他們的鳥草 是什麼 瓦 瓦 那個是那個 哇 哇 可惡 可惡 黑蛇 這邊還有很多野生動物的骨頭 慕斯的腳 然後這個是什麼 蒂兒的腳 慕斯跟蒂兒主要是靠不同的腳去曲鬆 Sanny 這是什麼 這是蝸蝸 這是黑蛇 這是黑蛇 這是蝸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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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有互動式的生態箱 很可愛 可以看到問題 然後這邊有答案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龍毛玩具的紀念品 很可愛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電影院 有些生態影片可以看 好 我們結束那個 NN Canyon 然後我們再來那個 Rice Lake 走一圈 先往米湖的路上 然後我們到米湖啦 它原本是在1900年的時候是拿來當北溫公水的一個湖泊 然後還有伐木的場所 現在就大概就是有氣的功能這樣子 我們到米湖的小碼頭啦 這邊好多人在釣魚喔 雖然這個湖小小的 可是從這邊蹭過去的那個view還蠻漂亮的耶 秋天如果都風紅應該是很美 嗯 嗯 浮面很近 浮面很近 大家說它這邊就這樣 好 這個有趣的東西 這是以前那個用木頭做的飲水道 就是以那個Rice Lake 而且拿來營用的 好 結束啦 那今天的行程非常好玩 所以除了吊橋之外 我們覺得那個Ecology Center不錯 那另外那個 30 Foot Pool那邊也可以待待蠻久一陣子 那Rice Lake呢 走過去算輕鬆 就幾乎都是平的 那那邊的景就小小的好拍照 對 那這個整天行程還蠻豐富的不錯 可以很適合全家大小 老小一起出來踏青郊遊 好 掰掰